國民黨內一直有一群人非常去期待 跟希望說未來可以跟民眾黨 變成一個非綠大聯盟 但是你要看清楚柯文哲跟民眾黨本質 他們就是趁你病要你命 永遠都是國民黨敗選國民黨衰的時候 民眾黨跳出來狠狠踩你一腳 你看到今天狀況是什麼 今天狀況是蔡培會顯勝林明珍 贏了之後國民黨內當然有一種聲音 我們真的非綠大聯盟一定要組成 那沒想到是黃珊珊直接跳出來打臉 黃珊珊跳出來講說 你們國民黨表美之後這個時候 講說什麼非綠聯盟 你們先檢討你們自己人選好不好 這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背後的意義是民眾黨認為 國民黨你們選不選得上總統 壓力比較大 對我們民眾黨來說 我們立委的席次 飽足或甚至有可能成長 是我們最最要的 也回到柯文哲的最高指導戰鬥原則 就是我可能選不上總統 而且選不上機率很高 但是我可以影響這整個賽局 我要跟大家講 其實4月8號柯文哲他到美國去 被大家稱為說叫赴美面試 所有要選總統的人都必要去美國 跟美國互動 柯文哲這個時候提強國等據 我就等著你看 美國人會覺得很荒謬 你今天的強國等據是什麼狀況底下 兩個國家都跟你友好的狀況底下 你要等據 今天是中國要併吞台灣 讓台灣變成中國的一省 然後你今天到美國 我非常期待 柯文哲訪美的時候 在美國的國安單位智庫 跟那些重要的參議員 眾議員互動 去跟他講等據 人會覺得什麼 柯文哲頭壞掉了 你今天人家是要併吞你 我美國要用我的資源 軍事上面 商業上面 來幫忙你 那你跟我講等據 你等據 那你就去跟中國一起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觀察的點是 柯文哲他這次訪美行程已經確定了 四月八號出發 但是他到了美國 他講的話 到底能不能讓美國 相對中國來講 認為說柯文哲你是有料的 柯文哲你是做好準備的 這是值得觀察 最後一個我要講 柯文哲的民眾黨 現在有一個很微妙的想法 就是本來國民黨 有可能回到國民黨的郭台銘 是國民黨內相對其他人之下 比較可以跟柯文哲溝通 比較可以跟民進黨溝通的 重要政治人物 那柯文哲現在等 我覺得現在如果對照起侯友宜 跟民眾黨的柯文哲 侯友宜缺的是時間 因為四月到七月 議會的定期會 他被綁住 那他事前宣布 感覺有點像政治自殺 不太可能 可能拖到七月才宣布 時間不一定站在他這 可是柯文哲有的是時間 柯文哲等什麼 等國民黨你提名人選 其實已經很多清郭的人士 最近在講了 郭台銘他想要的是回國民黨 而朱立倫 如果你提侯友宜 或提你朱立倫自己 只要不是提郭台銘 郭台銘就沒有對不起國民黨 郭台銘就可以開大門走大路 去跟柯文哲合作 柯文哲等的就是 當國民黨沒有辦法接受 郭台銘 那郭台銘來跟我柯文哲 用什麼形式的合作 也許不一定是誰配誰 但是郭台銘的力量 可能名注或暗注 柯文哲 這是柯文哲要的 一方面也許木狂會比較順 二方面 郭台銘在國民黨內還是有他的一定影響力 哪怕郭台銘最明顯打成這樣 他民調還是贏朱立倫贏一倍 朱立倫是十趴 郭台銘還有二十幾趴 所以這個事情是現在我聽到的是 朱立倫在國民黨內其實最擔心的事情 就是說看起來很有可能提侯友宜 或者甚至後來甚至話風一轉 直接轉變變提出一份自己 感覺提 不管這樣 郭台銘都會翻臉 繼續變敵對 那郭台銘一翻臉之後 其實做大的是誰 郭台銘只要跟國民黨翻臉 做大的就是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現在就每天講講 就是我覺得柯文哲現在狀況 就有點像竹林七弦一樣 每天清談就好 真的 他就每天清談 然後當評論員 當評論員 然後去美國講講話 刷一個存在感 等國民黨人選確定 只要不是郭台銘 柯文哲的戲就來了 好 那麼柯文哲說四月八號 要去美國要談什麼呢 談強國等據 怎麼樣的等據 大家也畫一個問號 能等據嗎 請教他自身哥 因為你看 英國《全會雜誌經濟學人》 就調查說 百分之五十一的受訪者 支持美國政府 採取強硬立場 避免中國武力犯胎 那也支持說 跟中國維持良好關係 占了百分之二十四 所以你看你這回柯文哲 說要去美國 不知道是不是面試 但是提個強國等據 這要跟美國說些什麼呢 四月八號去美國 柯文哲到底要不要宣布 選總統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那先講 他大概講說 他會見到參眾議員 然後可能會跟 國務院的 護院等等之類 不難 作為一個台灣第三大政黨 而且民調 這段時間跟國民黨 差不多的 這個民眾黨的黨主席 你要見參眾議員 你要安排國務院的一定層級的 這個官員碰面 我覺得難度不高 因為你只是一個在野黨的主席 但是問題是 美國給你的規格就是這樣 因為你不是總統候選人 總統候選人的規格 跟這個一個在野黨主席 是不一樣的 這是第一個 那他去講什麼 他去推銷 說實在 強國等據這個話 跟侯友宜在今年一月講 不要做強國棋子 那意思不是差不多嗎 我覺得一舉同工 就是不知道在講什麼 對 為什麼 因為 都要講強國等據 當然是講美中海三邊關係 美中海三邊關係 我們都在學理上很簡單 就一句話 三邊 什麼叫強國等據 美中之間 對你都有所求的時候 你可以在兩邊游走 你可以大家等據 這邊哪一點 那邊哪一點 現在是怎樣 現在是一邊要打你 一邊要保護你 你怎麼在一邊打你的人 然後一邊保護你的人 之間跟他等據 這個基本上 就完全違反邏輯 你只能在這兩個 一個要消滅你 一個要保護你的中間 你選一邊站 那很清楚嘛 你不可能跟要消滅人 站在一起嘛 當然不一定的 國民黨的利益 國民黨的這個邏輯 可能不是這樣子 好 所以你回來看 京據學人跟YouGov 這個做的這樣子的一個民調 大家就很清楚的看到 美國人現在的態度 百分之五十一的 美國民眾 認為美國政府 應該更強硬的 保護台灣 過半喔 對 那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的民眾 認為應該要跟中國 維持良好的關係 連美國人都不跟中國等據 你柯文哲拿什麼東西 去跟中國等據 那所以你會從這裡看到說 事實上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一邊是要保護你的人 你不去跟他靠近 你說對不起喔 我也要跟那個 要打我殺我的人 要跟他維持良好關係 你讓本來願意支持你的朋友 請何以堪 用這樣的話語 在台灣喔 你可以 你或許可以騙到一部分藍的選票 跟那個侯友一樣 但是你回到美國的時候 美國人會一頭霧所 對 那你回到這邊看 最後看說 美國人不是只有民調說說而已喔 之前就有談過說 美國可能有在台灣 這個放置相關的彈藥 作為儲備 作為萬一如果將來 要保護台灣的時候 相關的後勤物資所需 今天國安保邱國政 他在立法院講什麼 他講說正在洽談中 日本有 菲律賓有 台灣有沒有 看起來正在談 這個就是實際的行動 你在這樣實際行動之下 你怎麼跟另外一個 要消滅你的敵人 維持等據 我相信柯文哲到美國 這個考驗才是剛開始 好 所以請教董豪哥 你看柯文哲 想要在藍綠中間這邊卡油 現在也要在美中這邊來卡油了嗎 為什麼講他要訪美 然後這時候拋出強國等據 他就創造了一個聲量 柯文哲很久沒有被討論到 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我們要去想一件事情 因為他拋出所有東西 是分對外跟對內 一個是對內 對內要吸收民眾的支持度 一個對外的事情要去訪美 你跟美國官員或美國參議員見面說 我跟你保持距離 我要保持 我跟你的距離 跟中國的距離是一樣的 你來幹什麼 你認為有誰聽得懂 就是說柯文哲 柯主席他說 我要跟美國保持 跟中國一樣的距離 那你再回過來看 那柯文哲柯市長 柯前市長跟中國的距離是什麼 你要 你是有辦法做到 你跟中國距離 每一次在他當 台北市市長任內的 雙組論壇 上海 看起來什麼距離 那你跟美國距離是什麼 美國人會聽不懂 那台灣的支持者呢 台灣的選民聽得懂嗎 我們就把藍綠分成三大塊 藍綠中間選民 綠的你一定沒有吸引力 對藍的來講 你要面對的是侯友宜 或郭台銘 或者是誰 你是在搶他們的票 那剩下切中間這一塊 中間這一塊 中間選民的這個時候 聽得懂什麼叫藍綠等據 那個強國等據 你要怎麼解釋 因為中間選民有個特質 他搖擺 他搖擺 他也許不喜歡藍綠 但是當他聽不懂你在講什麼的時候 他也會 也會跑 那因為選舉走到最後面的時候 一定會被夾殺 第三方會被夾殺 因為這也就是說 你在未來在談2024的時候 一定會談到氣保 這時候還就回到 回到柯文哲的一個問題 你要走這個所謂的強國等據的時候 你等於是高 那個高空走 走鋼索 你要拿那個平衡的那個 那個要超高 超高技術 如果你沒有那種技術 你光是現在美方 他馬上問你 你要保持怎麼樣的距離 你跟中國距離 跟我的距離不一樣 所有的東西記者一定會 被披露出來 因為美方一定很清楚 你會讓人家傳說 我要嘛跟你講 我聽不懂柯文哲在講什麼 要嘛就會講 對柯文哲的講法 他有什麼樣的疑問 好 他會他會外銷轉內銷回來 馬上就面臨到個問題 柯文哲你怎麼做 所以他在這一套裡面 會很麻煩